這個就是自己寫VBA的話 那其實程式說真的 最後寫出來其實真正的程式 只有四行就可以了 OK 那哪四行 首先的話第一個 因為我是希望說 將來按一下那個按鈕的時候 它可以幫我怎麼樣 可以幫我在這邊 先把那個COUNIF的資料給查出來 所以基本上 我需要做第一件事情 是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輸入這個公式 就跟我們最早一樣 輸入公式之後的話 再幫我把它往下填滿 填滿到最下面去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寫這個對應的程式 我假設不用錄製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我們可以 自己來寫 那第一個當然你可以 直接拿上面的程式來複製比較快 就是在RANGE B2裡面的輸入公式 那輸入公式的話其實很簡單 就後面等於先給它一個雙引號 並且把這個公式 就是COUNIF的公式複製貼過來 就是這個公式搬到哪裡呢 雙引號裡面就可以了 這個因為我沒有要向下跑 沒有要跑回圈 所以你直接把公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那貼過來之後的話 還要做什麼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 輸入公式之後的話 一樣怎麼樣 點了 點後你會發現 當然它會自己會提示 那其實你可以模仿上面 其實是AUTOFILL AUTOFILL就這個有沒有 然後空一格之後的話 要跟它講一個訊息 後面有個參數一定要給 就是你要填滿的範圍到哪裡 所以我們填滿的範圍 其實跟這個一樣 甚至你可以把Distination冒號等於 直接搬過來也可以 不過因為它這邊後面只會有一個參數 所以其實你實際上這個Distination冒號等於是可以省略的 直接拿這個Range B2到這個B1000的位置 OK 把它複製過來 意思就是說 幫我直接填滿 從B2一直填滿到B1000的位置 OK 你可以看到 如果假設我今天 如果在這裡直接執行的話 應該是OK 我先把舊的先刪掉 Ctrl9向下 Delete掉 那如果我現在執行這一段 你會發現它會 我按F8好了 主行執行 先輸入嘛 然後再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結果就會達到我們要的 這個結果目的 可是你們可能要考慮到一點 因為將來我的按鈕 會在這一個工作表的這個位置 不是在這個工作表的這個位置 所以你要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你假設程式沒有考慮到跨工作表的問題的話 那會出錯 因為如果你現在 假如說你這個程式是在哪邊 直接在這邊執行的話 那它會直接填到這邊 我們來這樣會不會出錯 一般全部都0了 那為什麼 因為你要跟它多講一個訊息 就是我是在這個工作表的 所以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這個是錯誤的 Ctrl是有向下的 那記得要怎麼樣跟它講說 我的儲存格指的是這個工作表裡面的B2儲存格 很簡單嘛 其實就這邊 去詞查詢名單點就可以了 也就是呢 你要在Range B2前面加一個這個敘述 我那個B2並不是我現在的這個查詢結果的這個工作表裡面這個B2 而是指的另外工作表的B2 這個一定要假如沒加的話一定會出錯 那下面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你做完之後記得一定要再加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的B2 OK 除非說你自己本身的這個是不用加 因為你如果是自己本身 那就不用特別去加那個什麼 序齒查詢結果 好那第一步我們完成了 所以其實我們總共大概就是 剛剛提到 第一步的話就是用Conif查詢 第一步的話用Conif做那個什麼 其實做黑命當的查詢 一些註解可以加一下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我們就要做篩選 所以篩選剛剛怎麼做的 所以這個可以加一個2 我們做篩選 篩選我們這個底下 我們一樣先切過來好了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到時候的那個 就是跨工作表 因為這一題剛好跨工作表 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剛剛是 游標先放在B1上面 然後按一下那個篩選有沒有 那篩選特別注意 篩選在VBA裡面 它的方法叫做Auto Filter OK 所以如果你要寫這個程式的話 也蠻簡單的 反正游標先放在哪裡 你就先寫 Range B1 我拿B2來改好了 B1 因為我要從這邊做篩選 所以Range B1點 後面加上Auto Filter 那你大家如果 你實在自拼不出來沒關係 它點下去會自動幫你提 你只要記得那個 開頭是AU有沒有 後面呢叫Filter OK你就直接選它就可以 Auto Filter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Auto Filter其實就篩選了 那篩選的話呢 空一格之後的話 裡面呢它會提供 它會問你幾個參數 那實際上這個參數裡面的話呢 總共其實給兩個參數就可以了 哪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啊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Field Field指的是 你要篩選的是哪一欄啊 那基本上因為目前總共有兩欄 這個是第一欄 這是第二欄 那我要針對的應該是第二欄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給二就可以了 欸 逗點 那第二個條件的話就是說呢 你要查什麼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個Criteria E嘛 那指的就是你的條件是什麼 條件是E 所以你就直接出E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E建議應該是直接前後加一個雙影 把它包起來 不過我記得好像給那個數字E好像也是會是對的 我們可以試試看好了 那你說這個其實喔 跟上面這個還蠻像的 有沒有發現 這個 跟這個 有沒有 那差別是哪裡不一樣 前面的那個參數其實我沒加 有沒有發現 這個我都沒加 那不加可不可以呢 其實如果你假設你的參數是按照那個 它需要的順序給 比如說什麼叫順序 你會發現這個初體式有沒有 如果這個初體式假設就是第幾個 你再按順序給的話 那你就不用加前面的參數名稱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其實主要後面這幾個參數不用給都沒關係 所以只要給兩個 這樣我們就完成篩選的結果了 OK 所以篩選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第三個複製 所以喔 如果我假設填完之後 然後我再來就是什麼 我就把資料複製過去了 OK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複製的話特別注意喔 不過還有個問題 因為一樣喔 它是從 我們將來游標一樣是放這裡 所以呢 我將來要篩選的話 一樣要切過來 所以 請你在Range B1前面再加上什麼 哪一個工作表 OK 這個工作表幫我做這件事情 做Auto Filter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 這個地方我已經寫到篩選 按F 一樣呢 把游標先停在這一邊看看 然後篩選F8 Auto Filter 這個錯誤是什麼 好 難道一定要Distination 沒有Distination 不行嗎 我看一下 Distination Auto Filter 向下填滿 剛剛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們把那個程式稍微改一下好了 乾脆呢 我們直接喔 在最上面加一個敘述好了 直接就模仿那個 就是聚集一樣喔 切過去的動作 我先切過去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原來在這邊嘛 那多一個切過來的動作 那這樣的話前面就不需要加那個 哪一個工作表 那一樣可以做什麼 一樣可以做 因為Auto Filter Auto Fill 它其實不支援那個什麼 這是跨工作表的填滿 好 那我們乾脆這樣喔 先切過去 切過來這邊對不對 然後呢再做這兩件事 然後再來怎麼樣 做篩選 所以篩選的話呢 就是 看B1 Auto Filter 如果是寫這樣子 那 它不為選擇 所以 這個Distination 剛剛這個 這個刪的話 要等號也刪掉 OK 那最後的話篩選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把B1 點Auto Filter 第二欄裡面給E的話 那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 就是我們留下E的部分 那最後的話就是複製 把資料複製過來 所以複製資料 那我剛剛複製資料的話呢 我是從A1一直向下 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用那個Range 給它一個範圍 範圍的話呢 其實就是從那個 Range 一樣從A1 我們從A1開始 然後如果說我要到哪裡呢 其實應該是底下 到A1000 因為底下應該是最下面E 或者你可以寫成追蹤的 那如果你要把資料複製到查詢結果的 這個位A1的話 有沒有 那一樣是跨工作表 那因為我現在已經切過來了 我上面有個敘述 切到這個查詢名單 所以目前以這個為主 那我就是呢 告訴他說 我從A1一直到A1000的這個範圍 幫我Copy到哪裡呢 Copy 所以後面有一個方法叫Copy 這Copy其實還蠻好用的 後面只要跟他講Designation 那Designation的話 實際上就是指的是你的 目的的儲存格位置 只要給一個儲存格 你不需要給一個範圍 就跟他講說幫我Call到哪裡 Call到這個工作表的A1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後面加上 哪一個工作表呢 查詢 應該是把它改成查詢結果 OK 這個改查詢結果 然後 theA1 theA1就是Range A1就可以了 所以後面加一個Range 然後後面加一個A1 這樣就OK了 他就知道說 幫我把那個資料 Copy到那個RangeA1去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來試試看 最後應該這樣就成功了 這樣應該如果複製過去 如果有看到結果的話 那應該 Call過來了 我看一下結果有沒有 有了有沒有 查詢名單 他這邊因為他也會把這個上面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藍名稱一起Call過來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之後的話呢 可是還要再多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 游標是放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我再把它切回來 所以最後的話呢 再補一個 敘述就是幫我切回來 那怎麼切回來 去此查詢結果點Slater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 去此點Slater 這樣就OK了 然後把它切回來 這樣子 完成 所以總共Total我們寫完之後 就是大概就有六行的程式 那這個是用Count if 這個是Auto Filter 那這個的話就複製 最後當然呢 我們寫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一樣複製按鈕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然後我把它改成這個按鈕 也許就是黑名單篩選VBA好了 我們來試這個 這個名稱改一下 複製一下這個名稱 然後把這邊 一樣 OK 好 一樣清掉舊的 按一下它 有啦 結果應該是對的吧 Ctrl向下 到28 所以其實應該最後28 我用這個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28 Ctrl向下 也是28 沒錯 OK 所以啦 一個是錄製的 一個是自己寫的 那其實當然 其實差異並不大啦 主要最大的差別是說 這個是我們用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它幫我記錄下來 所產生的程式 那這個的話是自己寫的 那當然自己寫的 你會比較清楚說 整個的一個來龍去脈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我是 我Auto Filter 我把它改了一下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幾個程式呢 試著把它撰寫看看